征说道 的确有些异常 但若说李云霄有魔灵欲 或者说他有魔灵欲的线索 我还是不大相信的 黑旁魔族突然说道 征大人这般说法 是想保护着李云霄吗 征愣了一下 随即脸色就寒了下来 冷冷地说道 征大人这是何意 征笑道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征大人 似乎不想我去找这李云霄的麻烦 征面色冰冷 讥讽道 若是你自己觉得有本事找他麻烦 可以尽情去找 但千万别胡乱猜测本座的想法 这可是很危险的事 即便你是圣使的身份 也难保有天走在路上 一不小心就有一颗陨石掉下来 把你砸死了 柱愣了一下 随即尴尬地笑道 真大人可真幽默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不过大人可别忘了 这李云霄乃是天舞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是迟早要死的 而他此刻正好在跪步 不如 你我联手 将其杀了 这可是大功一件 而且此人身怀地之魔源 也许你我还能借此窥视六道魔兵呢 真冷笑道 本座有自知之明 六道魔兵是何物 岂是我区区魔尊可以窥视的东西 我还没有到贤命长的时候 柱大人若是心仰难耐 可以自行去试试 柱沉吟了片刻 没有说话 但眸光却是闪动不停 显然很是心动 征则是一脸冷笑地看着他 眼里满是戏血之色 想起岳步一战时 李云霄的神通和手段 还有那一招令自己也感到心计的剑气 对柱甚至有些不自量力的想法 不由得满是嘲讽 一阵沉默后 柱才说道 急杀李云霄之事 我可以不管 但是那有关魔灵狱的下落 我是一定要追求下去的 上面对此事极为看重 容不得有半点差池 征冷笑道 这就是你的事了 对了 据说圆得到了部分魔主地之魔源 并且也踏入了圣魔境 对于此事上面不知有何看法 柱说道 此事我也是有所耳闻 但知之不多 在这交易会结束后 我也想去一趟天汉城 拜访一下袁大人 同时一探究竟 至于上面的看法 魔界能够多出一位圣魔来 自然是极好的事 哦 征不知可否地应了一声 但语气却显得尤为奇怪 只是他面色不显 神情一片平淡 似乎毫不在意的样子 柱轻轻冷笑一声 也不再说话 他知道争此刻的内心 绝不可能像表面一样平静 此刻交易大会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从宝亮出魔弹后 不少魔君都自行飞上高空 亮出自己所要交易的物品来 其中大多数都可以直接用极品魔原石兑换 毕竟极品魔原石是硬通货 只有少数才坚持以物易物 就在交易的过程中 不少魔君自主地找上月 拿出各种地图来兑换极品魔原石 毕竟月一直都放出风声 大肆收购各种地图资料 这个时候一名身材魁梧的魔君走了过来 低声说道 月大人 可是要收兵域的地图和各种资料 李云霄微微一动便望了过去 那魔君毛发浓密 外凸地眼珠咕噜地转动 显得十分谨慎 最终转了一圈紧紧地盯着月 月也是心中甚喜 同样低声问道 你有 那魔君点了点头说道 数百年前 我便是兵域之人 他取出一个漆黑色的玉筒 转在手中伸了过去 以千方极品魔原石 月顿时脸色一沉 那满脸的喜色荡然无存 伸过去的手也停滞在半空中 还未触碰到那玉检又缩了回来 冷冷地盯着那魔君 你敲诈我 那魔君脸色微变 随即便宁肥便宁肥了起来 月大人乃是真不屈指第一的炼器名家 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若非大人放出风声说高价收购 我才懒得拿出来卖呢 菜者 若是没有一千方极品魔原石 那叫什么高价 月寒生说道 高价不等于被敲诈 我看大人脑子有点懵 分不清这两者的概念啊 那魔君梦哼了一声 脸上浮现出怒色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你就一句话吧 到底买还是不买 我可以保证 整个摄星城估计就只有我这一份 关于兵域的完整地图了 不仅如此 还有大量有关兵域的资料 也都收集在里面 它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 绝对值这个价 当然 若是没有需要 就算是一块魔原石 也嫌贵了 月怒道 若是我用一千方极品魔原石买了 你小子有本事走出这摄星城吗 那魔君脸色大变 震怒道 你威胁我 月冷冷地说道 本座乃是一步之掌 在征部也算是有点名气和脾气的人 岂能任由一小卒子敲诈 若是日后还想再争不混的话 我劝你做事还是留一线的好 那魔君眼里略过一丝惧怕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却也被李云霄和月捕捉到了 终于沉思再三后 那魔君咬了咬牙 好 那便看在月大人的份上 七百方极品魔原石乘交 这个价格绝不能再低了 就当是跟大人做个朋友 月冷冷地说道 这个价也是非常偏高了 但本座现在的确急需宾语的资料 我且答应你这个价格 若是东西没你说得那么全面 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你就主动点退钱吧 否则别怪我没提醒你 至于说做朋友 你有什么资格跟本座做朋友 那魔君脸上浮现出怒色 还有几分尴尬 但他也知道 七百方极品魔原石 也的确是不便宜了 自己确实有那么几分理亏 也就闭口不言了 只是说道 放心吧 我这份关于兵玉的资料 就算是兵玉那几大世家 也未必有 月在清点了极品魔原石后 将那预检交接了过来 那魔君拿到极品魔原石后 双眼放光 忍不住激动的满面春光 正要离开时 却被月拦住了 月冷冷地盯着他 还没验货呢 你急什么 那魔君脸色大变 但还是镇定下来 静静地站在那 毕竟在这遥光殿内 他估计月也不敢乱来 李云霄拿起预检 放在额头 用神石扫了过去 他的神色一直都镇定自若 只是片刻后 那剑眉突然间猝了起来 两眉间开始引现出竖纹 月说道 怎么 不对吗 那名魔君脸色大变 似乎有些慌张起来 生怕月等人反悔 李云霄并未吭声 而是继续用神石 扫读预检内的消息 好一阵后才放下预检来 陈宁道 让他走吧 里面的消息的确很详尽 而且正好由我所需的 那魔君一颗心顿时松了下去 笑道 呵呵 我没骗你们吧 他嘚瑟了几下 便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月胡一道 那李大人你 李云霄叹了口气说道 根据预检当中的记载 那兵玉竟然属于魔界的古玉之一 想从中央之地飞过去的话 没有五百年的时间 根本到达不了 小红也是彻底地愣住了 五百年 月也是一惊 古玉 那只能用可以通往古玉的超级传送大阵了 超级传送大阵 真不有这阵法吗 李云霄眼中一亮 他正发愁着呢 月点了点头 有的 但是极少会动用 在我印象当中 似乎只动用过三次 魔界的所谓中央之地 应该就是指八大部族占据的广阔空间吧 在整个八大部族 只有六座超级传送大阵 并且都是从古时流传下来的 一直被八部精心呵护着 因为当今世上 似乎再没有魔族会修建这种传送阵了 李云霄皱眉道 只动用过三次 那传送的条件也应该十分苛刻吧 月摇头叹道 我也不知道其中详情 怕是待会儿要问问宝大人 亦或者通过大量大中型的传送阵的中转 也应该能够去兵域的 刚才那名魔军 应该就是这么从兵域过来的 但一路上的耽搁 估计也要几年时间 李云霄脸色微变 几年时间我肯定是等不了的 必须想办法使用征部的超级传送大阵 月的眉带上也浮现了几缕优色 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交易会还在继续进行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 约摸过了一日光景的样子 有近百人展示了自己的物品 但成交的不足一半 这个时候 一名身躯瘦小的魔军 趁空中无人便凌空飞了起来 那魔军穿一席黑袍 伸出的手臂干瘦 脸色有些木讷苍白 似乎有些病态 但一双细小的眼睛 却是炯炯有神 在下先自我介绍 诸位可以称呼我为欢 来自其他部族 欢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 便说道 我这次来并没有什么要出售的 而是想大量收购一些材料 他一挥手 一道道绿光在指尖闪烁出来 直接在身前树杖外凝聚成字 并且每个字的旁边 都有详细的物品影像浮现而出 李云霄和月似乎同时心中一动 两人互望了一眼 便证实了心中所想 这次来自我介绍的物品影像浮现